其實我已經可以不用做了 因為我已經有了開始的第一桶金 那桶金的要求很小 我一年賺二三千萬已經一定有了 我為何要做呢 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何要做 現在說說說說說說 昨晚都說不用做了 直接投資訊幫我搞定 其實我想想想 我們還做來做甚麼 是啊 我還說MHK MMEH 我還想想想 網台之路是否走到盡頭呢 我把這個題目放在明天上 我認為網台 就像我們現在的形式的網台 基本上是走到盡了 跟著的形式又會改變 但是網台 或者我們要這樣說 透過互聯網去發播的視像或者聲音 是指有越來越多 所以一定不會少 是啊 但是用甚麼形式 是否整個台的形式呢 這件事就真的 或者一下子要用自己的伺服器 就真的可以 令作別論了 其實現在呢 做網台的門檻很低 低到甚至乎是一部手機 一部電話搞定 但是 是否這樣一個平台 足以去面對這麼多競爭呢 我們也可以去講一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以及留意啤梨晚報 我們最新動向 都會盡快和大家宣布 大家放心 啤梨晚報 一定會是一個長壽的節目 甚至長壽到有一天 好像真誠那麼長 真誠都是幾年 我現在五十一歲 只要不死 都要有段時間去講 當然 客觀上 如果有牛精文的秘方 或者秘技 或者方妙 基本上我們可以不用做 是 好了 明天繼續 悲哩晚報 拜拜